大家好 今天是2月9日 星期三 是2月份第四个交易天 技术上、形态上 2月份的市已经初情了先低后高的格局 暂时指数是由4日的低位24,140 缓步升到上去 今日暂时的高位24,896点 首先 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 不应该在四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况且700多点的补复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只要先低后高的形态不变 市场将会逐步向上找更高的指数 另外 由于恒生指数已经回到12、15、12至100天线流上 技术上 形态上有利进一步挑战 1月21日的高位24,982点 甚至进一步上市 去年11月16日的高位25,746点 资源股方面 好像个别做得好 例如2600中类 升势很凌厉 实际上屡价也升了不少 我觉得 如果你的资金开始慢慢部署 在一些资源板块里 大家不妨可以看看 347 安降 358 江西铜 当然任何部署 现在就不要急不要用 清停点水 买少少守住门口 对的才逐步逐步加住 其实两者由高位下来已经跌了不少 所以安降347和358 都可以做少住的投机性的罪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用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